在回答美国记者针对特朗普弹劾谈查的提问时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竟输了一句俄语 下周来自五角大楼的多名官员将出席国会听证会 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谈查作证 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乌克兰事务高级专家温德曼的证词备受关注 他是唯一旁听了特朗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证人 他对特朗普调查拜登父子的做法表达了担忧 对此温德曼受到了共和党人的攻击 被批评没有爱国行操 如今温德曼将再次出庭作证 有记者12日问美防长埃斯珀 温德曼的职业生涯是否会结束 No yet ning 埃斯珀用英语、俄语和德语三种语言说了不 坚定地缝认了记者的问题 尽管埃斯珀只是说了个简单的俄语单词 但有俄罗斯网友调侃称 你暴露了涉嫌通俄 在特朗普的身边人中不少都精通俄语 或有在俄工作经历 这也是特朗普被移通俄的原因之一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同样精通俄语 他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智囊团 并在同屋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朱利安尼曾表示 从俄罗斯人那里获取信息没有错 事实上 美国安全部门近年来急需俄语人才 独次发布招聘广告 今年三月美国中勤局在华盛顿特区的地铁站里 发布海报 公开招聘讲俄语的人 海报上还写道 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这则招聘广告用俄语双语书写 意在招聘真正会说俄语的人 但有俄罗斯媒体发现 这则广告的俄语语法错了 不久 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俄语上翻车了 今年十月FBI在社交媒体上招募俄罗斯间谍 却被网友发现俄语单词拼写错误摆出 其中一张图片上 未来 你的 和家庭三个单词都拼错了 还放错了一个逗号的位置 有网友说 他们可能用谷歌翻译的 就这点智商啊 去年底 白宫曾发行土特会纪念币 硬币背面有俄音对照的名文 但俄语部分却出现了低级的拼写错误 如此看来 美国政府部门确实急需俄语人才 在美俄角力升级的大背景下 美国教育专家巴里莫里斯认为 美国因加大俄语学习宣传力度 以鼓励更多的人将其作为第二万语 这不仅是为了避免破坏性的冲突 也是为了我们的星球更加和谐 繁荣文明